謝謝各位天使 我跟你們打招呼就是一句話 就是天使救人 護理無罪 這八個字是我光澤想出來的 就是在靖民委員在任內的時候 冒著生命危險就不立台北醫院這件事情 那光澤當時就是有幸成為我們護理學會的助理 我在立法院服務了12年 我的貢獻就是即時專業 然後來為護理界來發聲 讓我們的台南更好 那我以前也服務過醫界 我追隨陳詠欣醫師 也追隨了快15年的時間 那電影呢 我都一直支持在公益性的 我只支持公益的 非公益的 商業的 我都比較沒有去參與 我第一部片子就是支持 蕭南萎縮症的一公升的眼淚 我幫他們募了15年前募了一筆錢 我也感召了 當時你們在座的 也有四大團體 四大醫院 就是齊美 四醫 然後沈蘭醫 還有現在的賴清德副總統也一起看 那個時候也在星光影城 看那個一公升的眼淚 也不一定我們也有同仁 當時也有去 那我找到 第二個就是 我們也去協助了唐四郎寶寶 就是傻傻愛你 傻傻愛我 那完全都是靖民委員在任內的時候 他去牽線了唐四郎寶寶 拍了那個姚姚跟嵐陣容 他也非常棒 那這部片子就是因為之前都 相同的這個環境公司 知道鬼人在任內的時候的辛苦 所以也因為這一次武漢疫情 他們也希望都會社會回饋 所以第一個就想到靖民委員 所以謝謝你們 今天來支持台灣的護理學會以外 還謝謝繼續來支持靖民委員的領導 更重要的是 希望發揮你們的影響力 我是鄭光澤 我參選南區安平區 可思議我上次猜一點點 我電話民調沒過 就是我沒有遇到你們 這一次讓我遇到你們 希望我當選能夠為你們 護理來發聲 繼續做你們的助理 謝謝 好非常謝謝光澤 那我想不要耽誤大家看電影 其實我是真的覺得非常好看 那特別是我們過去好像大家對 在座以前Skylfrenia的這個中文翻譯叫什麼 思覺思調的 精神分裂 對啦 那個思覺思調的就是年輕的護理師 我們那時候還都只叫這個精神分裂 所以現在大家大概可以知道 對於這個疾病怎麼樣子能夠正常化看待 它其實就是一個生病的過程 是這個節目很 這個電影其實很想去push的 那特別是蔣靜雯在他發病開始的那個症狀上面 這個演的真的是非常好 那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個 其實護理師最重要的工作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科學的訓練 了解他可能有哪一些早期的症狀 怎麼樣子發揮我們陪案的力量 陪著家人陪著精神病個案 這個思覺失調就是內分泌失調 什麼失調一樣 它其實就是一個疾病的過程 怎麼樣子能夠讓護理也可以看到有角色的發揮 那當然這個也是這個志哥他們會希望這樣子的一個電影 可以透過護理師的免費來過防 甚至也可以透過我們的嘴 能夠讓未來更多的人可以知道這個問題 好 所以謝謝大家 Enjoy 謝謝 你好 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是鄭光澤 我是鄭光澤 middle girl 我是鄭光澤東 什麼?! 是鄭光澤東 鄭光澤東 我 friendship 我們在說的是鄭光色和你 我也是鄭光澤東 你才會說是鄭光澤東